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等了画哥12年 不过二双粉剑却不再露脸的颜值花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 大叔在三菱里找到一颗陨石 结果陨石拥有神奇的超能力 居然可以治疗疾病的高能后患电影 终点战 电影开始就是一篇很特别的新闻报道 新闻说美国正在进军伊朗 俄国也在支援伊朗的地方武装进行反击 一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的模样 话说我们男主 好心叔是一个汽车维修工 还有个漂亮的女儿亲发姐 不过最近好心叔的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老婆好心神得了肾衰竭 住进了医院 即使好心叔拿出了一个自己的肾脏 最终也没能救回老伴的性命 可怜的好心叔每天都在借酒消愁 生活一片昏暗 这天正在酒吧买醉的好心叔 偶遇了退伍军人平头哥 此时平头哥和酒吧的流氓发生了肢体冲突 作为小镇上最好心的人 好心叔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打抱不平 他为帮助平头哥也参与了打架 不过好心叔虽然心地不错 伸手却不撒地 他和平头哥很快就被几个流氓打趴在地 连平头哥的夹腿都被对方给戳了出来 虽然没能帮上什么忙 但好心叔被打后还很好心地将平头哥送回了家 可以说好心叔这心态是真的不错 回到家后好心叔被女儿骂了一顿 原来今天是女儿交学费的日子 好心叔因为没钱给金发姐交学费 导致金发姐被学校长治退学了 郁闷的好心叔和金发姐吵了几句吼 就开车出门 准备在马歇酒来消愁 谁知在半路上 划过天空就落在了边上的森林里 好心叔一个不留神就把车开进了路边的水沟 车祸发生后 受伤的好心叔从车里爬了出来 一命乎乎中他看见了死去的妻子 思念好心神的他立刻站了起来 一天撞撞就朝着妻子追了过去 随即画面又转了到了第二天 好心叔的女儿金发姐起来后发现 昨天出门买酒的老爹一夜未归 害怕喝醉的好心叔在外出事 金发姐着急地开着车出门寻找 终于在昨晚的事故地点 发现了受伤的老爹 他立刻把好心叔送到了医院 结果医生一检查 金发姐已经惊奇地得知 好心叔被切掉的肾脏竟然又找了回来 不仅身体没有一点毛病 甚至比以前还强壮了不少 自从好心叔经历了那场离奇的车祸后 他就老会看见去世的好心神 好心神告诉他 地球将在核战争中毁灭 你要赶紧制造一个大铁箱 把那块陨石放进去 这样才能保护女儿 虽然不知道老婆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按照现在的局势 战争或许会一触即发 而且那块陨石的确拥有神奇的力量 陨石出院后第二天 好心叔就找来了平头哥 两人开着皮卡车就来到了陨石下落的地点 匆忙把陨石给装上了卡车 期间平头哥还不小心被陨石划到 结果第二天他起来一看 自己断掉的大腿居然长出了新的骨头 被吓到的平头哥立刻找到了好心叔 接着奇迹再次发生 陨头哥一靠近陨石 他断掉的整条脚居然神奇地长了出来 而这边政府也在一个双眼失明的老奶奶那里 找到了陨石坠掉的地点 他们也惊奇地发现了 陨石可以修复伤口的能力 陨石就打算把这颗陨石运用在战场上 但可惜他们找到陨石坑时 陨石已经被好心叔运走了 他们只找到了一些零星的陨石碎片 尽管只是一些碎片 陨石依旧有治愈人体的能力 而这被好心叔得到陨石后 也开始了铁箱子计划 他和平头哥来到一家废铁收购站 找到一辆巨大的搅拌车 等过几天的改装 莱儿很快把搅拌车的水泥桶 改装成了封闭的大铁桶 并且把陨石给放了上去 而这边通过调查 FBI的特工很快就发现 是好心叔偷走了陨石 陨石特工们就来到了好心叔家里 打算从他手上拿到陨石 但好心叔一直记着老婆告诉他 陨石是拯救女儿的关键 为了忽有FBI 好心叔就告诉特工 陨石一回家后就融化了 他也不知道陨石去了哪里 这样的谎言当然无法骗过FBI 当天晚上趁着好心叔不在家 特工们又悄悄来到了好心叔的家里 他们绑架了平头哥和金发姐 向他们逼问陨石的下落 还好握机关头 好心叔赶了回来 他趁机救走了平头哥和金发姐 不过就在三人跑路时 一个特工一枪就击中了金发姐 为了救活女儿好心叔只能冒着危险 二女儿带到了藏匿陨石的小搬机里 不过当好心叔把女儿放进铁桶时 才发现 此时整个铁桶都被一层奇怪的膜给盖住了 没过多久 金发姐就神奇的活了过来 他很快三人的行踪还是被政府给发现了 大量士兵包围了这里 双方立刻爆发了鸡腿的枪战 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 美国本土突然遭到了核武器的攻击 很快没过几分钟 美国也开始反击了 大量的核弹朝着预定目标飞去 一时间地球上全都是巨大的蘑菇云 为了让女儿可以安全活下去 他立刻就让平头哥和金发姐钻进了铁桶 而他自己则留在外面阻止特工 随后铁桶内突然涌出大量的液体 金发姐和平头哥慢慢被淹没 接着这些液体开始结冰 两月被冻成了巨大的冰块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 铁桶的冰开始融化成液体 液体逐渐退去 等平头哥和金发姐醒过来走出铁桶 才发现整个地球都已经被毁灭 如今地球上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而在铁桶附近大量的植物开始生长 很显然是那些液体让地球重新焕发的生机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上映于2016年 是澳大利亚的导演拍摄的 因为电影投资不是很高 所以剧情有些紧凑 一些片段特效不是很好 但总的来说 剧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 我是专得下20万粉奋斗的颜值花姐 如果大家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关注一下花姐 我们下期再见 say you now